大家好,我是小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敬会的暴力对决 关销方是珍宝格,对战方是深情怀疑猴哥团队 那不容易啊,这宝格玩国镖,换上咱们大猴哥了 双方都是上的一个大唐神明的女儿国镖 都是开的一手风阵,对面又今天开场打的比较暴力 小死亡直接点杀关销方这边的大唐官府 善恶开场打的很暴力,咱们看一下能不能点死 关销方这边是仙卜的一手野兽之猎 本身宝格他不爱玩国镖 之前看得出来,以前玩国镖胜率也不高 实话实说胜率也不高 后来干脆直接就不要国镖了 他把这个三五老板的大唐转成了普多山了 女儿也不要了 大唐也不要了 没想到打了两个月以后啊 这现在不是要改版吗 要大改了 这不得不玩 提前适应新版本 练一练国镖 过去勾勾 先亲宝宝 省了 不玩不行啊 终究得适应版本 终究是得适应版本 开场 猴哥那边没点死 往下耗的话 你肯定耗不过关销方 你就宝宝方面 你就跟他没法比 嗯 猴哥那边竟然抢到了一速 也是不容易啊 刘云补一手 咱们看一下 双方刘云凝制 都扔完了以后 谁的速度更快 猴哥人家那边也是有什么宝宝的呀 小嫂再点女儿村 卡了一大惊 直接卡满 光辉再给女儿村补上 感觉对面还有点不太好点 狠扫 千军一千五开刀 伤害够了 啊 神木灵 臭一下 女儿应该就没了 哎呦喂 出甲 两千二 闪爆 闪爆 没点死 啊 没点死 嗯 高连 打不太动 啊 两个善恶全出善爆 神木灵还出现了 出金甲了 你这 打不死啊 女儿随后一把金钦 宝格这女儿抗性加的有点多 啊 加的有点多 先防守 小死亡没挂中 哎呦 没挂中 这个大团倒地也难受 直接倒 猴哥两次点啥都失败了啊 当然这场比赛 猴哥的进攻性还是比较强 啊 就能不能点死 那是一回事 敢不敢点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啊 最起码这场比赛 猴哥敢点 话说回来 你跟宝格有什么可耗的 啊 你点他呗 输了也不丢人 啊 赢了还能吃饺子 香啊 啊 香 王良追魂 加一波伤害 说的很正常 说的很正常 拉起大堂 嗯 管家方倒是还能接着点 毕竟大堂站起来是一个残血大堂 看一下宝格有没有这个心思啊 两千四 大死亡 感觉关家方这边还有这个心思啊 啊 没了 就是大死亡拍了一下 扔了个凝制术 强一下物理系的速度 大堂直接起身了 很稳健 啊 宝格大国标 他也是 节奏慢啊 节奏慢 跟曲辅啊 之前的明秀啊 他不是一个路数 就 他们指挥的性格啊 各 各式各的玩法 呃 之前 我记得猪圈 在几年前啊 那也是个国标之王 啊 宝格的指挥嘛 之前也是国标之王啊 但那个时代 它是一个女拔木的时代 女拔木配花果山 或者是女拔木配大堂 是那么一个国标的时代 啊 那会儿猪圈 国标就打得非常好啊 只不过现在节奏 它不一样了啊 那女拔木也 也没了 现在啊 这没人用 啊 现在又有地厅啊 那国标的玩法 可以说是跟以前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宝格就不爱上国标了 提前都破一破 猴哥那边 还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一锁 小死亡来了 两枪二开刀 贴宝贴宝购 这点血 出个假也死不了 秦英三叠 没了 移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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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不太好打呀 没了控制力 观赵方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地府手里也有延长 你倒地是一个女儿村啊 没法去打针 提火 队长方这一步要点 小死亡挂给大唐 看一下观赵方这边 有没有去卡乌龙 但没有 却拍了个大死亡 没有去卡乌龙 凭A点 猴哥很自信 很自信 单抽 七千七 直接带走 因为他们在国标 对国标的时候 大唐休息的时候 他们 日常的操作吧 都是会给 踩轮子的大唐 去卡一个乌龙丹 防止对手的一个点杀 只不过宝哥这边 没这么做 没这么做 那属于常规操作 那个不属于什么 预判之类的 本身国标 他不怎么飞乌龙吗 大家就一个风险 乌龙丹的量 是够的 再加上观赵方这边 正好有一个 法防的宝宝 他是配速的 流云补上 头盔那边 这是不打算延长了 把关赵方打针 不打算延长 延下吧 此心洗澡了 不延长 不延长 管赵方这边的 反点能力就又回来了 水清宝神木 这波队长方还想点 小嫂 点神木 法防解大钢 一手横扫 看一下伤害啊 毕竟神木 他是有163点的时候 不太好点 最好是有秦三连 晶级5 163 没出法连 壁垒 打65 不太够 还是带走了 这猴哥啊 这场比赛 这节奏 好快啊 猴哥你憋了呀 关赵方出地厅 看一下小嫂 挂给谁 嗯 挂大棠 更好一些 一手延长 扔给神木 点大棠 没挂中 对面女孩 可以站起来偷久的 不过那边 一直有疑似 看一下有罗汉 能不能扛下来 扛不下来 啊 索性关赵方 这边小嫂 他没挂中 对面地府 也没有带法防灵石 地铁秒过去 疼啊 哎呦 这贤力没赶上 赶上的话 感觉地府没了 还行吧 啊 没小死 没小死 对战方 大的问题 就是怕小死 挂不中 地府这个门派 他本身抗风 啊 但是 你确实抢不到啊 一般不点地府 但是如果能把 观赵方地府 点死的话 这个收益是非常高的 相当于是 你断了国标 他这个根了 国标的根 其实就是地府嘛 啊 就是一个小死 你能把小死 地府点死 对面 最最起码是在 接下来的几回合之内 啊 我不需要去防 啊 不需要去防 观赵方这边的小手 那打起来就会 放开手脚 啊 这个目标选择 确实是 不一样 啊 但收益确实高 一把双眼 16回合 刚给的1.0元 很香 那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 怎么去寻找 第三个尸体点 宝格现在已经失去了 任何的点杀能力了 啊 首先你伤害不够啊 你神木倒地了 其次你没地府 你点什么呀 哎呦 这波兽益赚大了呀 啊 你等他 胡歌大宝格 他就得一高人胆大 你胆子大点 不是 不叫一高人胆大 应该是叫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 你就得跟他拼命 嗯 嗯 对战坊 这是 战敌 想搞花生寺 观战坊起了 久凡青年 去做一个预防 小爽直接挂 就是得拼 哎 就这么打输了 也值当呀 啊 这比赛打得就不亏 哎 嗯 速度有些快了啊 这伤害跟不上 不是 你干什么呀 哥哥 不是 猴哥在干什么呀 把我给你看蒙啊 你是要点化身寺还是 要亲宝宝呀 你在干什么 继续砸盾 射魂给化身 哎 哎呦 这 哎呦 这硬的呀 开家勇 是吧 有罗汉啊 肯定秒不动的 三千二 已经很不错了 后续输出 有点跟不上 上一回合呀 大唐你平衡好歹 点着化身寺 点着一下 把观战坊这个血线 稍微再往下压一压 你这回合成功率 可能会更高一些 解掉小死 拉起神木 观战坊地府也要站起来了 打回去了 回去了 回去了 观战坊拉起地府 这状态就 差不多了 给化身寺卡上两个大金 对战坊估计对化身寺 也就没有太大的想法 这化身寺太硬了 起个纸 立在这 你 你这给了射魂也不行啊 哎呦 猴哥 搞什么呀 怎么又自动啊 本身你就不好打 又点地府 你别老实搞这些啊 不太好多东西啊 不要自动啊 不要自动 稳扎稳打 多少还有那么点机会 这十一把 过分了 猴哥那边宝宝有点跟不上了 这壁垒 给不上劲 壁垒给不上劲 善恶就 就那么几个嘛 那猴哥团队 善恶就那么几几个 要不说你跟宝哥都没法比 亲宝宝 你亲不过他呀 你亲了他一波 他还是善恶 你再亲他一波 他又是善恶 但是你呢 被亲了一波以后 壁垒了 那壁垒就 没位列 小死亡再点 继续断 关键方这个根 把这个根源给他断掉 但多说不说的啊 关键方地府 小死亡不准 不太准 这挂不太重啊 女儿倒地 无所谓 没有小死 地府回了一千许 感觉神木林伤害 是没有问题的 又轻飞了一个宝宝 短根 哎 把他根又断掉了 没延长了 这一波没延长 等到24回合的时候 磁心就吸走了 延长不了这个地府 不过猴哥那边 也能缓口气 也能缓口气 一般人不会防地府的点上 重点还是防一个 大堂一个女儿村嘛 给大堂砍上一个乌龙丹 把小床解掉 女儿可以继续偷酒 212 手势来了 哎呀 这猴哥好像不太好拉人啊 宝格的善恶速度太慢了 只能堵观察方这边出善报 直接化成色用人去拉起来 24回合 还是延出来了 硬延了一手 两回合 强行延了一手 又蓄了两回合的命啊 化身色 差一点点 哎哟呦喂 这抗性在的呀 毕竟猴哥的化身色也是 顶尖豪门之前的化身色 大堂也是之前 顶级的大堂关 扛得住啊 扛得住 一把金签 这波点化身 关家红失败了 不给活 岁月强控 化身色一直不太坚定啊 再笑一首 长驱点你 走 诶 可以 你觉得是打国标猴哥 都能跟宝哥一较高下的 换薰米守尸体 不太行 没威力 现在薰米的定位很尴尬 你说团队里没有吧 还不行 这玩意儿确实挺重要的 你说用他吧 他现在还不太好用 薰米现在确实 有那个善恶跟地厅 薰米的定位现在特别难受 你还没有还不行 就这个神木有点太狠了 神木太疼了 宝宝宝 直接神 磁心洗澡 地府可以站起来 但现在没大堂 管家红这边也点不死人啊 全是残血 女儿 大堂 化身色啊 对面一个化身色 有点忙不太过来 宝宝赶紧卡大厅 仙宝鸟村 射魂 还要干化身 巨剑 天降神剑 走一走 九千四 哎呦 关家红这边 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 感觉猴哥就快吃饺子了 醋都倒上了 饺子都煮下去了 最后 火没有了 水煮不开了 哎呀 这个小死亡解掉了 猴哥难受啊 那感觉化身色倒了 猴哥那边真吃屌的了 猴哥已经开始倒算了啊 过点醋 哎呀 蘸个饺子 那个香啊 那没吃上啊 这 那化身色还在 3.0元的巨剑 也放了 而猴哥没敢再点化身色 啊 没敢点 感觉这一波猴哥 啊 就 拼了命啊 再点一次化身色 这饺子 这还能吃上呢 啊 但是这机会没了 这个机会就没了 没了 没了 看看后边怎么打吧 猴哥现在有优势啊 有优势 打到后边 主要是怕宝格的地听 别的倒喊好 就是怕 他地听多呀 质量又高 数量又多 那主要怕地听 这场猴哥打得不错啊 呃 点杀的频率 非常高 这不符合猴哥的定位啊 那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打吴琴 一下都不点的啊 我都怀疑猴哥是故意的 啊 打吴琴 两场比赛都有大客 打了二十多回合 一下不点 啊 小嫂从此至终都没挂出过一次了 啊 你看打宝格都能点 打 打吴琴点不了啊 我感觉猴哥就是为了流量啊 故意的 啊 那绝对是故意的 轮到怪强房 反攻了啊 那进入另一个节奏了 女儿村美了 直接空切 地府躲一口 无间是猴哥开的 哎呀 这是无间 感觉猴哥又把自己送走了呀 红门弄虎啊 你这名字起的 这就把红门弄虎 把生死推拿了 一把延长 给女儿 六个回合呀 呃 地府又封印 哇 地府又封印 小嫂挂不出来 一把狠扫 在空切 关家房这边的神木 大堂伤害也上来了 双方大堂伤害都猛的啊 那关家房这边给大堂卡了一屋龙蛋 啊 就是我前期说的啊 这属于常规操作了 必须得预防 这比赛 说句实话啊 这比赛哪怕猴哥输了 你都不能说这场比赛 猴哥打的不好 中途啊 猴哥确实是有一些失误啊 比如说点华生寺的时候 呃 大堂呀 跟宝宝呀 去呃 平衡了关家房这边的宝宝 没有跟上华生寺 啊 后边还有一次华生寺 自动 啊 中间会有一些小瑕疵 其他的这场比赛打的都非常的好 只不过无奈 关家房是宝格呀 他这华生寺 硬啊 太硬了 啊 你这这这你没办法 硬件方面 你你实在是 路不过来 岁月在强控地府 还是不给猴哥点啥的机会 啊 既然你这场比赛这么能点 啊 那我就也断一下你的地府啊 断一下对战方的地府 水晶 对面还想点 很早 坚军在压关家房是末 但小草没有挂出来 关家房这边也是想点对战方的大堂了 比赛时间 有点 跟不住了呀 我感觉我加速了 好像 也超了半个小时了 主要想给大家尽量做一个 完整的比赛 我也不想跳回合 你知道我也不想跳回合 我也想安安稳稳的 把一场比赛却做完 但无奈人 他平台 他有 他的围定啊 他由不得误我呀 就是人在屋檐下 他不得不低头啊 这平台也不是我开的啊 咱吃人家的饭 就得端好人家的碗 关家房换体厅了 前期我就说过 就怕关家房这边出地厅 无间地狱直接开启 长驱 带走 驱散 给的到位 这把驱散给的太到位了 哎 关家房再换体厅 战迪加上 战迪再加 哎呦 还是超了半个小时了 难受啊 这还是超了半个小时 小层再挂 3.0元巨剑 上滑生死 比赛结束了啊 结束了 嗯 虽败有容吧 啊 猴哥这场比赛打得不错啊 比打无情的时候舒服多了啊 那该点的也点了 该杀的也杀了 对吧 化身色也杀过 猴哥尽力了啊 尽力了 但无奈啊 实在是 差距太大了 差一点差一点啊 差一点就吃到饺子了 宝宝点了逃跑 放弃了 最后还带走了 关家房一个大头 拜拜